那让我说 唯独恩典 我们读到第十节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知道两件事 第一我们得救 绝对是在于祂的恩典 恩典构成了 对我们的行为的一种 彻底的尖锐的否定 甚至是对我们的攻击 第二 恩典 唯独恩典 不是意味着从此 让我们不要再去看自己的罪 而是唯独恩典 才能够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 唯独恩典 才能够让我们敢去看自己的罪 看得清自己的罪 那各位请问 不敢认罪的人 不愿意认罪的人 是因为他相信恩典啊 还是因为他不相信恩典啊 通常的情况下 你不敢去找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 你没有勇气去向他道歉 是因为你不敢相信恩典 对吧 你害怕被拒绝 害怕自己 一旦承认自己的罪 别人就瞧不休 本来就瞧不起我 我还到他的面前在说我 我懂我不好 他正好得到一个机会 把自从认识我一来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 全部再说一遍 你们有没有这种压力 常常都有这种压力 对不对 还是不要去找他算了 有一次呢 有一个神学生听我讲完道 回家以后呢 他就鼓起勇气向妻子承认 自己以前有件事一直瞒着他 请求他的饶恕对不起他 他说他不愿意再瞒着他 于是他就向他承认 结果两个月之后 他回到成都对我说 王牧师我死菜了 这下我妻子可找了把米了 那不依不饶 我们落得比以前更凶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情 那各位不是恩典 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去想着罪的事情 而是唯独恩典 才能够让我们有勇气去认罪 有勇气去回答 各位你们经历过向主认罪吗 你们经历过向主认罪 主却不依不饶 说好小子我可逮着你了 你跟我说清楚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有吗 没有对吧 因为主知道我们一切的罪 阿们 主在世事价上 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 只有耶稣基督是把我们看清楚 看通透了之后爱我们的 这个时候 即使是我们夫妻之间 我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看我的妻子 我大概应该能够看到百分之七八十吧 也许这么说交了一点 我们再降一点 也许能够看到百分之六十吧 也许她看我也只能看到百分之六十吧 我觉得这上帝很大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看她能够看透百分之百 她看透我能够看透百分之百 妈 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你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 能够把你百分之百彻底看透 她还爱你吗 有点难啊 有点害怕啊 但是有一位 只有一位 是把你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看透了 你内心当中一切的污秽 你行出来的没有行出来的 全都看透了 她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 她仍然愿意为你被定死在身上 所以当你向这位神认罪的时候 你因为相信恩典而认罪的神 你得到了一个保证 是恩典鼓励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 对吗 我们不害怕她不依不饶 说你这没良心的怎么这么对我 如果耶稣像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父母 老师说很多时候 那我可不敢向主认罪 但是我们得救是本乎她的恩典 什么是恩典 恩典就是上帝不计较这一切 恩典就是耶稣忘记我们对祂的一切的伤害 你注意 恩典不是你忘记你对耶稣的一切伤害 恩典不是你忘记你所犯的一切的罪 恩典是你告诉耶稣 祂会忘记你对祂的一切伤害 阿们 恩典是让主来饶恕你 不过你自己饶恕你自己 不是你自己把罪忘记了 所以罪就不存在了 罪是被主耶稣基督担当了 所以你来到祂的面前 你知道祂会完完全全的赦免你 所以在祂的面前认罪不羞耻 在祂的面前认罪没有风险 在祂的面前认罪没有什么可怕的 阿们 因为这就是祂的恩典 恩典是祂彻底的代替我们 去担当我们一切罪恶的刑法 恩典是我们还没有开口向祂认罪的时候 祂就单方面的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一切的罪 恰恰是恩典 使我们有勇气认罪 恰恰是恩典 可以使我们从此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我们得到了一个承诺 就是一切的认罪一定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得到了一个保证 就是无论我们说出怎样误会不堪 甚至惊天动地的罪行 主耶稣基督都会说 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 我已经饶恕了你 我已经为你定死在十字架上 阿们 所以一个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人 他会不断地经历到他生命当中 真实的认罪悔改 因此他也会不断地经历到 神的恩典对他的赦免和怜悯 耶稣基督讲到一个故事 那罪多的和那一个罪少的 得恩免多的跟得恩免少的 哪一个更有爱呢 是那一个得恩免多的更有爱呢 上一次一个东方跟我分享 他说虽然我认罪了 虽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的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一件事 就圣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我认罪了 其实我还是认为 我比教会中其他的罪人 一般应该还是好一点点 你会不会这样 所以他看见一个的危险 他说什么时候我看不见自己的罪了 什么时候我生命的成长就停止了 什么时候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罪了 要么你就死了 归归添加了 要么呢你的生命就停止成长了 总之就是都是死了 我们之所以还活在这个地上 就因为我们不完全 我们之所以还活在这个地上 就因为圣灵与奇运相争 仍然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之所以还活在这个地上 就是在那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状态当中 不断地去经历恩典 所以愿你用这样子的恩典来看自己 也愿你用这样子的恩典去看他人 所以这样子就不要恨上一个法利山人 阿们